爸爸去拿武播出后 嗯恒对爸爸杜江的依赖让人印象深刻 本周节目中 嗯恒需要暂时离开爸爸 跟随陈小春及其他梦娃一起去采摘火龙果 面对分离 他边哭边表示 不想和爸爸分开 在杜江的耐心安慰下 嗯恒先是回忆起了爸爸出海捕鱼时分离的经历 发现上次没什么大不了 进而脱口而出 这次也一样的 自说自话下 他迅速缓解了内心焦虑 让人忍俊不禁 最终嗯恒和杜江出拳骨尽 勇敢踏上了完成任务的道路 梦娃们在之后还会收获什么样的成长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吧